继续收看VOA卫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栏目时间了 南方周末事件让习近平动怒了 朝日新闻在星期一报道说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最近在中南海会议上 批评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还有媒体控制系统 要他们不要添乱 而且还决定要去除广东宣传部长脱振的职务 那么习近平是希望借此来遏制南州事件的影响呢 还是说他真的要让中国媒体享有更多的自由 那么中共内部对于南州事件的处理是否出现了分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看胡耀邦之子胡德华 他在最近表示呢 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这种种的呼吁还有行动也都成为外界来观察习近平政权走向的依据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进行探讨 当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国际热线电话 400-120-0551 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 那么另外一位呢 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呢 是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与节目的 欢迎两位 谢谢玉文 谢谢胡平 谢谢听众 大家好 观众 好的 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看看 就在上个周末在广州当局加大了 对于南州声援群众的打压力度 德国电视二台呢 他们采访了一位参与抗议的学生 这个学生啊 他才刚刚说完 我不怕不怕 结果就被国安人员 连拖带拉的抓进车里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但仲敬和他的友情不明不明 在尊重新论室的社会 未必有助于 我希望让尊重新墙 明天的误言 很像中文 特别的语言 确言 他不打算 我心想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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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最后话 我们听到的声音 在我们的眼睛 他直接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工作人员 在城市里面的公共产人员 撤起来 因为它是恐怖 在中国的共产人 这些政策的政策 我们刚刚看到的视频画面 我们就说 在这个国际媒体 都在关注这个南州事件的时候 就在外媒的面前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强行压人的一个画面 您是怎么样来看待 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局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呢 就是广东省也好 广东市也好 他们这个出动的公安人员 或者公安人员 来把这个在南方周末 他们这个办公大楼前的这些 所谓示威也好 或者声援的这些群众 把他们抓走也好 实际上是一个南方事件周末的 一个尾声当中的一段插曲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从整个南州事件来看 就是当局的容忍度 还是相当的大 只是最后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抗议的群众被抓走 刚才这个电视视频画面 有一个好像是大学生模样的人 他被带走了 根据我们看新闻报道 还有一些 比方当时的观察人士 还有一些关注民主和 关注新闻自由的人士 也有几个人士被带走 那么就是这种 就是所谓的镇压的现象 不是一种就是非常庞大和普遍的现象 和以前的各种政治事件相比 比方说就是广东的乌坎事件 和几年前的六四 甚至和几年前发生的扇尾事件相比 这种所谓的镇压 都是规模也好 手段也好 都是非常 而且我们看到 就是把他们带到这个局子里 关一段时期也就放出来了 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太多的 比方说人生折磨 逼宫性 就这种就是总体来讲 和以前的所有的政治事件相比 这次的处理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比较宽松的 是 那海涛另外你刚刚也提到 所以你认为南州事件 基本上是已经平息了吗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人事方面动作 我们所说的一个政治事件 如果它平息下来 必须要看到事情是如何解决 两方当事人和另外一方 是如何得到的处理 以前都是方式都是 如果出现了这种向党挑战的这种做法 一般都是会遭到镇压 那么这次呢 就所谓的南州的记者和编辑 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当然就是所谓改稿的这些妥证啊 宣传部长妥证啊 还有他们南州的这个总编黄灿啊 他们也没有得到处理 显然是中共的最高层 包括是宣传部也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习近平也好 他是采取了一种 稀释凝人的一种做法 双方先按下不动 然后以后再处理 我们再说 是 那胡平先生呢 在纽约胡平先生 您赞同刚刚海涛的说法 那么另外您认为啊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 朝日新闻的报道 习近平对于此事 他痛批了这个刘云山 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 您又是怎么样来解读呢 我比较赞同刚才海涛先生的这种说法 整个南州事件 从当局的角度 我想它这个 比较有正面意义的一点 那就是在很长的好几天之内 对于这个走上街头 来到这个办公楼门前进行表达抗议 表达声援的这些民众没有进行这个打压 可是呢 刚才我们看到那一段摄像呢 又提醒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还要继续保持关注 那么你想它当着这么多众人的面 当着记者的面都可以这么粗暴的做 那么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还有待于这个外界继续的关注 只有在外界这个关注这种压力之下 才可能使这些人呢 能够获得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处理 不至于遭受过多的打压 另一方面我想习近平对这件事情不满意 当然现在关于这个中共上层 对南州事件有什么看法 好像有各种说法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得到特别权威的一种描述 不过照情理上去推测 习近平对这件事不满意 那应该是还是很合心合理的 那不管怎么说 因为你这个宣传部的一些做法 引起了这么大一场风波 这本身就让这个当局会不高兴 问题是你接下来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摆在中南海面前的 他们的一个难题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光听到一些说法 要对这个妥政做怎么样处理 黄灿要如何如何 可是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这种处理 我们看到的倒是呢 妥政还是在报媒体上那个出头露面 看到呢环球时报的文章 在很多报上转载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显然还没有了解 是 那么海涛 你认为这个我们从习近平 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说法 还有他的表态 那么批刘云山 那么可能除掉这个妥政的职务 这样的一个发展 也有人提到说 未来这个中国的这个 对于媒体宣传工作上 习近平可能也会多加的关注了 因为他也提到 这次南州事件的处理 他非常的不满 他觉得这整个事件已经蔓延 扩散到全国范围 你认为未来中国的这个媒体宣传工作 他能走多远 他是会扩大 还是会缩小他的规模 实际上呢 习近平所谓的这种 对这个刘云山也好 对南州事件的评价也好 他的观点也好 我们现在的确没有得到 更多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则消息是 日本的朝日新闻发出来的 他说到了就是前几天 9号在中南海有一次会议 也就是政治局的会议吧 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 其中呢 习近平就对这个刘云山 最近的处理南州事件的一些做法 包括让这个环球时报 让各报纸都登环球时报那篇文章 的做法都表示一种这个关切或者不满 说是这样呢 只能给事情添乱 不会帮助事情的解决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只是看到这个习近平一个人的说法 而且只是一家报纸 还是日本报纸 那么现在呢 如果就是按照路透社一开始爆出来的 说是胡春华亲自介入 就是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亲自介入这个事 那么他做出几个决定 就是第一要把黄产 就是南方周梦的主编黄产 把他让他这个撤掉他的职务 那么妥政呢 当时这么说 就是妥政迟早要走 但是不是现在 那么现在呢 由于有一个面子问题 要照顾各方的面子问题 那么路透社发出这条消息以来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这段是记忆了 起码一个多礼拜了 那么黄产还是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美联帅也正式 黄产根本就没动 那么妥政呢 本来人家路透社说是 他以后再说 这次呢 朝日新闻也再次提到 说是妥政肯定要走 但是不是现在 就是很可能就是等到这个 今年三月的两会召开前后 再交代妥政的去向问题 从种种的这个迹象来看呢 习近平是采取一种 稍微偏向这个就是 民主自由派的这种做法 但是同时呢 他又为了不得罪另外一派 就所谓的毛左或者其他的一种势力呢 他就要采取一种 他有时候他要这个采取一种 就所谓的打左灯 向右拐的这种做法 就是他同时两面都批 但是同时两面他都支持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从各种报道来看呢 习近平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 民主和自由派的 稍后我们要来听听我们胡平先生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 不过在这个让胡平先生发表意见前呢 我们要先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 这个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针对南方周末的事件呢 那么习近平针对这个招日新闻所报道的 他是不是真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 有很大的不满 那么您对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 在线上等候的是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主持人女士 还有专家先生好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 无论是怎么威胁 还是胁迫这个拖认这样的人辞职 我想他恐怕也 也掩饰不了 也掩饰不了这个 前中共共匪杀人犯 前中共杀人犯头的 马泽东们 利用这个政治清洗 迫害中共 中共迫害和残杀中共百姓的真实面目 这是我对这个习近平 说说说当核正辞职 我对他的一点个人性的想法和看法 好的 我们谢谢您天津的何先生 好的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 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 大家好 这个事儿 使我想起了这个 纳粹的那个戈贝尔 以及康生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还是 宪法大 还是中宣部大的问题 刘云山土振等人 是不是把习总当成胡总啊 我现在呢 所以我自己来说是自由了 实际上每天都受到保定市国安局国保的电话关注 一句话 还是要按宪法治国 好的 我们谢谢您山东孔先生也祝您平安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对 就是总是任何 今天呢 我就讲两点 第一个是 现在这老百姓呢 现在也关心这个南部什么事情 当时现在他们最主要关心的还是这个钓鱼岛事件 中国时代这么说 第二个是 现在胡锦涛 吴家宝他们 现在在这个十年里面 我跟他丢死了八片国土 你掉一刀就丢了 这让老百姓之关心的 习近平是不是要比日本人要开战教训那一下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之关心的事 好的 我们谢谢您湖北的李先生 好 那我就想先请教我们的胡平先生 我们先就刚刚在我们接听电话前海涛的一个讨论 我们也想谈到就是说 很多分析人士也认为 针对这个南州事件的处理 又再一次凸显在中共高层党内 有这个严重的分歧 所谓的这个保守派 所谓的开明派 有这样之间的一个角力 您的观察是不是如此 还有另外刚刚山东孔先生也提到我想问的 就是到底是宪法大还是中宣部大 我想到目前为止 恐怕我们还不太好说 他们有这种所谓改革派保守派这种 这么原则性的区分 恐怕到现在为止 看了更多的到是一种程度上 一种拿捏分岁上 拿捏分岁上的一种差异 一个宣传部 一个政法委 这个是现在中南海最一众同事业 最头疼的两个部门 因为他们两个是打前哨的 那他们这两个部门 常常会出于这个宁左无右的 这么一种态度 去做出一些事情来 比如像这次南州事件 那么一旦做出了呢 如果你中南海的人不吭信或者表示认同 给他背书 那就等于强化了他们的权力 就像过去政法委的权力 那个 变得那么大的一个道理 但是反过来呢 中央又会觉得呢 如果去批评他们 公开的指责他们 是不是又会激起 又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装在鼓励自由化的这个势力 而中央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不出习近平本人 在这个鼓励自由化 这方面这个有很明确的态度 所以他们也有这么一个两难 一方面呢 他们未必想 现在就真有这个决心 要当好人 但是呢 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当恶人 所以遇到这个事情 他们就变得 主要是个拿捏分子的人 就比较困难 那么下面我们要观察 就是说在对土镇也好 对着黄灾也好 究竟怎么样处理 以及那接下来 对于参与这次事件的 这个各方人士 尤其是一些 就像街头的这些 这个不太知名的人 究竟他们会有 会不会受到秋后算账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 观察的一个重点 只有从这点出发呢 我们才能够知道 他那个当局现在 他的这个 如果说 即便是拿捏分寸 那么这个分寸 是朝这方面偏 还是朝那方面偏 对 好的 我们谢谢胡平先生 那么海涛我继续想要问 这个今天我们还有 另外一个焦点 我们想要关注的 就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华 他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说 他这个也呼吁 中国的政治改革 首先就是要来 落实宪法 赋予人民的权利 这当中当然 他的这个专访内容 有很多 那么我想你也 关注到了这个消息 是不是能跟我们的 观众朋友先简单介绍 这个他的这个专访 我注意到了 这个胡德华先生 他是胡耀邦的三子 第三个儿子 他提出的这一点 比方说宪法 要实行宪法 要赋予老百姓的权利 还特别提到了 薄熙来的案子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 当然是宪法最大了 但是中国的宪法 它有个特殊点 就是说 中国的宪法当中 它规定了这个 共产党的领导 这就所谓自个坚持 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中国的宪法 它好多是不可操作性的 它平时用刑法 刑事诉讼法 来管理具体的这个行为 比方说一个人 他没有违背宪法 他实行了他的言论自由权 劫涉权权 但是呢 他就被抓起来了 中共当局是 按照这个刑法来处理你的 他最后给你判一个反革命罪 就把你抓起来了 所以宪法在上呢 但是底下有刑法管着你 不过刑法也好 宪法也好 它最终的本质是 党要管理一切 这就是最根本 所以胡德华先生 他呼吁要实行宪法 所谓实行宪法 就是跟这个西方的 民主国家一样 大家都按照宪法来办事 可是在中国呢 恰恰是他这个宪法 首先规定党的领导 然后政法委工作 又管了所有的 共检法的领导 所以你任何一个案子 你只要一判下来 只有共产党介入 只要政法委介入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是 那么胡平先生 您的看法呢 您也看到了这篇专访的内容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知道习近平 他自己也提到过 他认为他要落实宪法的使命 但是这句话 您觉得他在实现程度上 有多大的困难 就是这句 关于宪政的问题 实行宪法的问题 口头上这些领导人都必须得说 他不说不行 但实际上他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就大有不同 那么从胡德华的讲话 他显然希望当局 能够在实行下方方面 做得更认真一些 当然胡德华讲话 他一向是这个风格 我记得去年有次讲话 谈到胡耀邦和邓小平改革的区别 那他就强调 邓小平改革是为了党 而胡耀邦是为了人民 那么所以这个胡德华的本身的政治倾向 我觉得这是个大事非常清楚的 问题是现在这个当局呢 显然你要指望他完全按照这个宪法形式 这是我看不出他们有这个意向 那么正像南州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 这里头更多的需要 就来自社会 来自民间的这种力量的一种所谓倒逼 那就像这个南州事件 你想当局他们本身未必愿意在 这个新闻自由方面有所进展 但是当着这个不管新闻从业人员 还有民间在这件事表现出很强的这种 这个抗争的愿望 抗争的这个意志的时候 你当局就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 你或者是这个接受或者做妥协 要么就采取铁腕镇压 如果你不愿意进行铁腕镇压 那事实上你就不得不做出一种妥协 做出一种让步 所以这就是民间这个所谓倒逼的 造成那种效果 如果你没有你这方面倒逼 你依着他自己 那他显然觉得维持现状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呢 那个胡德华的讲话也好 习近平的表态也好 关键能实行到什么程度呢 恐怕还有来于 社会上各个方面 他们的力量的博弈 是 我知道 那么海涛我们另外最后 大概一分钟时间 我想就请你来帮我们做个结尾了 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很多人都关注习近平 在各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 他是不是还要继续延续这个毛的思路 就是两个杆子来管理国家 枪杆子跟笔杆子 还是说他现在面对这个新媒体 新网络的压力 他必须要势必要开放 更多的这个媒体自由 我看是后者比较大 不管你现在共产党执政 你还是要依靠这个军队枪杆子 依靠这个宣传部门 这叫笔杆子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是信息社会 它发展太快 这么多这个推特 什么Facebook 这么多的中国的微博 这么多好多老百姓 都可以上网自由发言 你还是沿用以前那一套 老的中宣部管一切的传统 你控制不了这个笔杆子 你势必要让位 要给广大的网民网开一面 让他们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是习近平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条路是必须要这样走下去的 因为老是压是压不住的是吧 是的确如此 确实 我们今天谈到了 从这个南方周末的事件 也谈到了在中国当局内部 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 我们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 您的看法和意见 那么另外还有几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等候 很抱歉 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接听了 不过我们也欢迎您 继续的利用我们的 美国之音的电邮信箱 把您的问题或建议提供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信箱是VOA新闻at gmail.com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两位嘉宾 胡平先生 以及我们的海涛先生 来到节目现场 也请您不要离开 继续收看稍后更精彩的 VOA卫视